來… 生氣… 還有牡羊 這邊有牡羊嗎 可以…牡羊出來一起聊一下好不好 來…一起… 你們現在是戰友 因為目前看起來20%其實是 這個縮指數裡面算是最低的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說摩羯座 你幹嘛贊成 你下去一點 對…這樣可以 對…這樣畫面比較好一點 不是 重點是導播不好Cue啦 對…這樣比較有帶了 不好意思 就是摩羯座 我們摩羯座其實不是那麼愛搞曖昧 但是有些時候 摩羯座是一個就是有點小自卑的星座 就是我們喜歡一個女生喜歡那個地步的時候 就會開始自殘行貴 就會說 蛤 這女生這麼好 我真的配得上她嗎 然後我們就不敢跨出那一步 那我們不是要曖昧 我們只是想要摸清楚說 自己到底有沒有那麼好 然後你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才能變成一個適合你的好男人 所以是這樣 對啊 謝謝 牡羊呢 是嗎 真的是這樣嗎 我覺得可能就是 牡羊座的女生 比較容易搞曖昧 男生 你講的是男生好嗎 男生就還好 男生真的是 所以餓食算低啊 對啊 還是因為牡羊座的人我覺得沒有耐心 很直接 他不想要曖昧 他想要直接就倒數 對 牡羊座沒有耐心 而且牡羊座非常的 我覺得牡羊座滿專型的 沒有 我覺得牡羊座其實還 感覺攻擊性應該滿強的 現在討論這種曖昧也沒有 對 因為他們不喜歡曖昧的攻擊性 他們是非黑即白 他不喜歡灰色的 他會跳過搞曖昧 你摩羊座的納豆 我一直以為你超愛搞曖昧的 是啊 要不是牡羊座這樣 我們不是愛搞曖昧 我們是 我真的超不曖昧 我是直接說我好喜歡你 可是如果真的很喜歡 就會KK的這樣子 納豆應該不會喜歡搞曖昧 他是喜歡的人很多 沒有… 不是在意思… 不是在意思 好… 我想你把我們這兩個星座講一下 好 牡羊座喜歡直來直往 所以他其實不喜歡玩一些小動作 小細節 然後但是摩羊座 其實他是表現曖昧的一些 應該是說方式其實比較薄弱一點 對 沒有這麼的… 對 我覺得這個滿準的 因為納豆被拍到的指數太高了 所以代表他不是那種很容易常曖昧 對 我不太曖昧 我如果很喜歡一點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這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40%的人 金牛獅子探處 也是少的啊 對 對 OK啦 這個都算是… 站出來啦 來… 來啦 站出來啦 金牛… 這都算低的啦 金牛 獅子啦 處女 這邊都直接偷吃的啊 金獅醋 什麼意思 你們不搞曖昧 你們直接偷吃的好不好 你告訴他… 金牛都非常的專情 賽啦 只要愛上人 愛上人就糟了 真的 小營小營 剩下處女座的 我交過一個處女座的男朋友 然後她是一個就是… 好好講喔 指控對不對 也是在錄節目的 對 通告藝人 是圈內人 紅不紅… 我們熟不熟 紅不熟 沒有到很紅 可是應該就是大家都看得到 那不可能熟 我知道了 無尊了 無尊 然後呢… 然後她真的那時候很誇張 她就是因為要做一個那個 震惡手術 重點她是外國人 重點她是外國人 外國人 然後她要做震惡手術 然後她就是跟一個女生 她就跟我講說 那個姐姐要幫助她 要借她錢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你現在跟那個姐姐的關係是什麼 她就說她跟那個姐姐搞曖昧什麼 然後後來 一直到她手術的那一天 我在她家就是開啟電腦 我要用信箱收信的時候 沒想到她偷吃跟曖昧的那個指數 就是整個訊息 臉書的訊息就是從北到南 很多人 完全 對 然後她就是跟那個姐姐 就是借了三十幾萬 然後她就跟那個姐姐搞曖昧 然後而且那個姐姐已經有勞工了 然後她就跟我說 叫我忍耐一下什麼的 然後她要做那個手術這樣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她真的只是因為那個錢 然後她又跟她的前女友說 如果你搬來台北的話 我會想要跟你結婚啊 我們可以一起賣衣服生小孩 不是 她前半段跟你說 妳這樣忍耐一下的時候 妳居然答應 對啊 不是 因為她一開始是跟我講說 就是那是姐姐而已 太笨了 可是為了錢這樣子的奇怪 她就等於這樣是賣贏吧 對啊 這樣是賣 不是搞曖昧啦 這樣是她為了三十萬 跟一個姐姐在一起 然後去做正二手術啊 這是賣贏啊 超扯 我覺得那是突變的處女座 OK 沒有處女座 我喜歡一個大學的一個 就是同系的同學 然後我大一 然後我就跟她修同一門課 然後我們就傳指條 我就是跟她說 可以不會認識妳 她就說好 然後我就默默喜歡上她 然後 但是是有來節目的那一個 對 但是下一個禮拜 真的 下一個禮拜她就有男朋友了 然後我就變成跟她 變得很好 然後就是默默守護她到出社會 聽妳在講 好 來 以潔 像我老公她長得還滿帥的 什麼座 她是獅子座 然後她在臉書 就有三千多個人粉絲 我也有耶 對 她會追蹤她 可是她的粉絲都知道她有老婆小孩 還會主動就私訊給她 然後會約她出去吃飯喝咖啡 可是她常常不會拒絕 然後都會很禮貌性的回應她們 然後就跟她們一來一往 然後我看在眼裡 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愛搞曖昧對不對 對 妳講得好像柯凡哥 柯凡哥是假的 我答應跟人家去喝咖啡 就是要搞曖昧了嗎 可是柯凡哥算是沒有 對 妳要適當的拒絕人家 結婚生小孩 不可以跟人家喝咖啡聊天嗎 不可以 我覺得不可以 這樣會讓女生覺得 好像有什麼機會 妳結婚生小孩了 妳還要吃飯 吃飯一定要有妹陪好不好 妳幫我們問倒了耶 好像我們錯了 對啊 她講的 跟女生出去喝咖啡 單獨嗎 單獨啊 對啊 那怎麼行 妳結婚生小孩 不是 因為邀約很多 我會把兩個約我喝咖啡 約在一起 這樣就OK了嘛 對 這樣就感覺比較 我辦粉絲見面會的感覺 團喝 團喝就好了 不是 我不能因為我交的女朋友 其他人都當她是鬼啊 對不對 那妳可以帶老婆帶小孩啊 可以啊 好啊 可以啊 我跟你說 只要我有女朋友的時候 有女生朋友約我 都會帶女友一起出來 那這樣很好 這樣很好 對啦 所以你覺得40% 沒有那麼愛搞曖昧 李嚴謹除外 因為她太瘋癲了 沒有 她會覺得我女生朋友 都像她這樣 對 好 王小姐 所以這種40%嗎 對 我們是因為 不愛搞曖昧 比較急嘛 四座其實屬於被動的啦 其實是 因為她其實需要很多的舞台啊 掌聲 其實有些女生 喜歡她們的魅力的時候 所以獅子座其實是被動的 她並沒有主動去搞曖昧 這種做 我覺得這邊不是搞曖昧族 她們是直接劈腿組 真的不是啦 我跟妳講 我以前一個男朋友金牛座的 然後 她那時候跟我分手沒多久 就跟前女友結婚生小孩 你知道我就是 我也碰過一個這種金牛座 金牛座就是來陰的 對 她就是 她一定要找備胎 妳嚇死好不好 這真的是誤會 妳去那一邊好不好 妳把這一邊弄髒了 對啊 所以金牛座會來陰的 對不對 完全來陰的 那真的是可愛 超肉欲的 你不能用個人的案例 你都攻擊了 因為多面好不好 你看她完全無話講啊 對 成爺你肉欲跟外欲不一樣 對 肉欲只對你朋友肉欲 真的 對啊 專精 他們就直接就是出軌的人 金牛座代表 那個真的都是個案 那代表他不夠愛 炸他 好痛喔 哇塞 好痛喔 這要是這麼厲害 這要回容耶 這什麼啊 我就跟你講 誰跟她問的女人 不但是敢講 她還敢丟耶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找她 因為她剛剛講的那一句 金牛座是肉欲對不對 對 不是外欲 不是外欲 否則的話因為她不夠愛你 你不夠什麼 是因為她不夠愛你 你絕對是劈腿劈習慣的 沒有 她剛剛的論述的這個解釋起來就是 因為你不是她的最愛 對 對 她說她只肉欲不外欲 她說她不愛你 她討厭你啦 我幹嘛要你愛 我幹嘛要你愛 打她 對 你過來了 哇塞 好恐怖喔 就是我跟你講 他們這些男生真的 我是覺得好不負責任喔 然後就每次講到他們的星座的特色 他們就說他們不是這樣子的 OK 都是哥姐 是啊 然後原因就是因為 那就是搞曖昧啊 對啊 到處都搞曖昧啊 我不是你的最愛 你幹嘛跟我交往 是啊 不是很奇怪嗎 好 交往之後才知道 交往才知道 你就馬上分手就好啦 才走得下去 對 你就分手啊 愛琪是需要練習的嘛 對不對 練習的遊戲 你幹嘛講這個啦 真的嗎 太可惡了 練習什麼 我幫你 練習啊 冷靜 各位 這邊只是40% 我們是同一團的 我們要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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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團結